但是目前的这支巴西队在后防和后腰上 不像前锋和进攻性前场队员那么强 比如说卡萨米罗 他在曼联的重要性没有像在黄马的时候那么高了 所以他的收场时间也不多 你觉得以他来说 可以领导目前这支巴西队的后防线吗 在 Brazil 是不同的 你必须要配搭于 Brazil 跟选择在 Brazil 他已经有过去的经典 和打招呼的经典 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有任何问题 Casimiro在过去的中间 在监制上都说了很容易 是不同的 你打拖在球队和打拖在球队是不同的 你打拖在球队的球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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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他只会有很多经典 你认为一个造型的研究比率, 我觉得不会有任何问题 对了, Casimiro的败有没有经历, çocuk的也那我还记得 至于我呢,在Casimiro的大优先 years old, 当我搅分了 在最后的生存的生存,做了我会有很多败的败 我看时不会有任何问题